第247集 下午因为没啥事 我们四个人就去逛街了 好久没逛街了 今天要买很多东西 只是有点丢脸的是 这次花的钱依然是通摇的 我身上紧剩那点钱 也给了白柔买了衣服了 在广场的时候 路边出现了好几个假豆子 这种人特常见 基本上比较繁华的路口都会有 在地上摆放着一张八卦图 然后搬个小板凳在那坐着 据说他们还跟街上流窜的小偷是一伙的 因为他们每每帮人算命 或者惹来一群人围观看热闹的时候 就故意吸引观众的眼睛 然后让小偷得逞 对于这种人 我是看不起的 小兄弟 看像吗 说啥来啥 就当我们刚走过一个白胡子老头跟前的时候 他就叫住我 问 我摇摇头笑着说不看 大概是那老道觉得我的笑里有种嗤之以鼻的味道 就皱着眉说 小兄弟 不信我呀 我看你面色不对 最近要有事 来 我给你免费看上一看 不收你钱 说着 就抄我走了 我寻思着 反正闲着也没事 干脆让他给看看 看他这个假道士能看出个什么所以然了 啊 那好吧 那就给我看看吧 我说 童谣白了我一眼 那眼神像是在说我无聊 然后朝一边卖小吃的地方走去 妃子没啥爱好 就是爱吃爱玩 所以也跟着去了 只有白荣还留着 站在旁边傻乎乎的冲我笑 呃 你是算事业挂呢 还是感情挂呀 老道士 拉着我的手 看着我手心上的纹路 一边对我说 正好这两天 正在为童谣和白荣的事惆怅呢 所以我就悄悄的 对老道士说 感情挂 老道士一听 会心一笑 然后看了不远处的童谣 又看了看白荣 把嘴啊 凑到我耳边 悄悄的说 我没猜错的话 小哥呀 你为他俩发愁呢 是啊 师父 你得帮忙我 我确实最近违情所困了 我装作很可怜的说 哎呀 我看你手下了 你的感情线有两条 有一条从头长到尾 你看 老道士说着 老道士说着 指了指 我右手虎口上 最长的一条纹路 然后他又指了指 另外一条 说 你再看看这条 是半岛 是半岛出来的 只有一小段 说明什么 老道士说到 抬头 看着我 说明 这个半岛出来的 不是我的 我问 然后看了看旁边的白荣 我和老道士 说的话没让他听见 他看见我在看他 赶紧就凑过来 老道士对他摇了摇手 示意他别过来 我也对他眨眨眼睛 让他先待在那 不单单是这样 你再看看 这个短的 情感线最前端 分出了三个叉 而且每个 不超过半厘米 很短 是不是 老道士说完 我仔细看了看 还真是 所以呢 这说明什么 我问 说明啊 这条感情线上的人 活不过三年咯 说完 老道士惋惜地叹了口气 我听他这么一说 立马心里来了 说着静瞎说呀 然后就要走 老道士一把抓住我的手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说 小伙子 我这可是好心提醒你 你要是信我的 我就给你个法子化解霉运 你要是不信 那咱们三年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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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